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月宫内医学诊所的陈君林医师 睡不着所以要吃吞黑激素 这种说法你听过吗 相信很多受睡眠困扰所苦的人 都曾经尝试过购买保健品来辅助 那吃完之后才发现我还是睡不着 怎么会这样 难道是助眠保健品无效吗 还是你其实吃错产品或剂量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睡眠保健品吧 讲到睡眠问题 通常大家最为熟知的营养品就是吞黑激素了 所以如果有睡眠困扰的人 其实常常就会听周边的亲朋好友 诶试试看吞黑激素对你来说会不会有帮助 但是实际上有不少人会觉得吞黑激素 吃了并没有特别的帮助 甚至吃了之后觉得头痛不舒服 或隔天起来昏昏沉沉 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你吃错了喔 启动我们的引擎 帮助我们面对每天的挑战的是 皮脂醇压力荷尔蒙 Cortisol它在白天会达到一个高点 而随着一整天的过去 慢慢的下降 负责晚上休养升息 刹车进到停车场 熄火的是melatonin 吞黑激素 它就是一个讯号 告诉我们天黑了 应该要好好休息了 所以这两个荷尔蒙很像是太阳跟月亮 太阳升起月亮就落下 月亮升起的时候太阳就休息了 但现在人很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白天车子开出去了 晚上应该要慢下来进停车场 结果你非但没有停下来 你甚至还在进停车场之前 踩了一下油门 可能晚上要赶隔天工作的事情 甚至有的人晚上开会 顾小孩 让自己很紧绷 这个时候要突然切换到睡觉模式 是比较困难的 而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 吞黑激素就不容易分泌 更何况其实吞黑激素的分泌 是跟光有关系 在很亮的光之下 我们也比较不容易分泌吞黑激素 这也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睡前还在滑手机 回讯息 看电脑看电视 容易引起失眠相关的问题 因此只要放松 压力荷尔蒙不那么高 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产生睡衣 但其实吞黑激素的分泌 并不是一辈子都相同的 我们在孩童时期的吞黑激素分泌 是比较多的 到了青春期成年之后 吞黑激素的分泌就开始下降 尤其是在成年时期的时候 是陡降的 这个时候的吞黑激素下降是很明显的 加上通常这个时候 也正是我们忙碌于家庭跟工作 两头烧的时候 很多人就有睡眠相关的问题 而到了年长五十六十岁之后 其实吞黑激素的分泌就更少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长辈有的时候会有睡不好的问题 甚至白天想睡觉晚上就睡不着 这些昼夜节律的混乱 会跟我们先天的吞黑激素下降有关系 除了随着年龄的自然下降之外 像是熬夜赶工作 护理人员警消的轮班做席 或者是出国回来之后调时差 都会让我们的吞黑激素产生混乱 因此在这些情境下 特别适合使用吞黑激素来帮助我们入眠 吞黑激素它就很像我们在大脑里面 按了自动关机的程序 但是有的时候像我们要关机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程序卡在那里没有结束 以至于我们想关但是关不掉 所以如果你的吞黑激素有分泌了 但是也有很多事情会干扰你真正休息的话 还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获得一夜好眠哦 很多人在台湾获得吞黑激素的管道 是透过国外的亲友带回来 如果你在台湾的药妆店去购买的话 你会发现怎么买不到 那是因为它在台湾是被归类于药品的关系 但是在其他地方像是美国 它其实是很方便买到的OTC 就是直接over the counter 不需要经过钥匙就可以买得到的保健品 每个人的吞黑激素的需求量不太一样 尤其是老年人很敏感 有可能从0.5毫克开始就可以了 而有的人就会觉得我现在吃了没效 就一直把剂量增加上去 但其实吞黑激素的剂量不是越高就越好哦 通常它超过一定程度就没有额外的助眠作用了 所以一般来说0.5-5毫克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剂量范围 那要知道吞黑激素是启动我们想要进入睡眠的模式 它并不是像安眠药让我们立刻睡着 所以如果在使用吞黑激素的时候一定要提早 通常我会建议在你预定睡觉前的1-2个小时就可以先使用了 这样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睡意 那也因为这样子 在国外很多厂商会把吞黑激素做成软糖 或者是冲泡用喝的剂型 那有的人就会觉得我现在睡不着我就再吃一颗 然后还睡不着就再吃一颗这样子 但其实这样是不行的哦 因为吞黑激素它有它一定的剂量 一直去追加上去 有的时候对身体会造成负担 另外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去了解它里面每一个serving 就是每一份到底含有多少毫克的吞黑激素 然后找到一个你适用的剂量 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吞黑激素无效 或者吃了之后觉得很不舒服呢 有可能是因为问题不在此 它也许缺的不是这个 吞黑激素是属于神经传导物质 也就是大脑里面在传递讯息的东西 而制造吞黑激素其实是有个生产线的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就是吞黑激素的生产线 你会发现一开始的原料是色胺酸 接下来会转变成5HTP 再来血清素最后才变成吞黑激素 目前台湾并没有办法直接检测是否缺乏吞黑激素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尿液的检测 来看有没有缺乏血清素 还有这个生产线上的其他物质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一个工厂要能够顺利生产出产品 它会需要原料 它也会需要中间的机器还有操作机器的人 它才可以成功的制造出产品 如果往上一层看 制造吞黑激素需要血清素 所以如果你的血清素不足的话 很有可能你的吞黑激素就做不出来了 而血清素大家可能听过就是俗称的快乐荷尔蒙 因此如果血清素低 可能就会有忧郁或者是焦虑的状况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忧郁或焦虑症的病人 会有睡眠相关的困扰 需要去找医师开安眠药 但其实如果我们再往回推 血清素又是怎么来的呢 血清素往上走是5HTP 相信如果对于助眠保健品 有一些研究的人对于这个成分 可能并不陌生 因为它就是血清素的前驱物 我们不能直接补充血清素 但可以透过5HTP的补充 来提升体内血清素的浓度 但是有一些人他的焦虑 其实并不是因为血清素低 而是本来就高哦 那如果血清素过高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会更焦虑 所以如果你吃了一个营养品 发现不止没有改善 甚至有恶化你的情绪 或者睡眠相关的症状 可能要知道它是不是不适合你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买了5HTP的保健品回去吃 不止症状没有改善反而有反效果 因为可能你没有直接去对症去处理你的问题 再往上5HTP哪里来 其实是来自于色胺酸 胺酸胺酸顾名思义就是胺基酸 它来自于蛋白质 但是如果今天是吃素的 或者是减重长期吃太少的老年人 或者是严重消化不良的人 他其实有可能这个重要的胺基酸是不够的哦 那当然如果缺少最上油的原料 下面的东西都不用谈了 都做不出来 但要做出一个产品 光有原料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中间的加工设备 而加工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各自的营养素 只要缺少了这些零件 你的东西就做不出来 所以像是叶酸、B6跟芯 在这整个血清素、吞黑基素的生产线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就是我们加工的时候需要的设备嘛 所以你也会看到 在富方的助眠食品里面 往往都会添加这些成分 尤其是B6跟芯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情绪、压力、睡眠 是很重要的营养素 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啦 通常提到B群不都是说B群是用来提神的吗 像提神饮料提神的营养品都会含有B群 那怎么说它也对睡眠有帮助呢 因为其实B群是一大群营养素的统称 而从B1到B12 其实它们每一个B群都有不同的特性 跟在身体扮演的机能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们分成会提神的B群 和会凝神的B群 像叶酸、B6、B12 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合成神经传导物质 就是改善睡眠的B群就是凝神的B群 而B1、B2 这些可以帮助能量产生的B群就是属于提神的B群 所以平平是B群不要乱吃不要吃错咯 如果听了陈医师的话 睡前吃了提神的B群 你可能今天晚上就要瞪着天花板属羊哦 而因为坊间的B群大部分都是副方 也就是它是好几种B群混在一起的 就拿市面上很常见的日本副方改善疲劳的B群来说好了 它里面含有B1、B6、B12跟维生素E B6、B12不会影响睡眠 但是因为里面含有提神的B1 所以我就不会建议在晚上或者是睡前的时候 吃这个复方的B群 但如果今天它里面只含了B6、B12、叶酸 那其实是可以在睡前吃 甚至可能会帮助你的睡眠 这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B6的重要性 它对于稳定我们的大脑神经跟情绪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有多重要呢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美国197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有很多婴儿不明原因的发生 持续性的癫痫甚至因此死亡 调查之后发现 因为当年有个婴儿配方 它没有添加毒量的维生素B6 所以导致这些纯粹只有喝配方奶的婴儿 体内严重缺少维生素B6 导致他们的大脑不稳定而产生癫痫 这也导致后来美国修改了法案 去确保婴儿配方食品所含的营养素的剂量 由此可知B6在人体尤其是神经系统的重要性 而某些矿物质像是钙、铭、鑫 它也在神经传导物质的生产线上扮演很大的作用 因此适当的摄取不管是从饮食也好 营养品也好甚至像是铭它可以用涂抹的铭油 或者是用泄盐去泡澡来摄取也好 都可以帮助放松也帮助睡眠 我们前面有提到皮脂醇跟吞黑激素 很像是身体的油门跟刹车 那身体还有其他的油门跟刹车 像福安酸、glutamate跟GABA 它们也是油门跟刹车的关系 所以一个是让我们冲 一个是让我们放松 这两个达成平衡我们的运作才会顺畅 在日本GABA很常被添加在各种机能食品里面 像是含有GABA的巧克力或者是养乐多等等 都是标榜喝了可以放松 为什么呢?因为GABA就是一个刹车的营养素 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 而放松之后就比较好入眠 多年以前有研究发现口服吃进去的GABA 实际上并没有办法提升大脑里面GABA的浓度 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GABA对它们很有帮助 这是为什么呢?有时候可能是差在这个剂型 有一些专利的剂型它有比较好的吸收率 因此在讲到睡眠的营养品有没有效的时候 第一个是有没有吃对它是不是你真正缺的 或者是你除了缺这个东西之外 是不是还有缺其他生产线上的物质 第二个就是它的剂量 第三个是剂型跟专利配方 而每个人对于睡眠保健品的反应 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因此除了做检测去看自己实际上缺乏哪些东西之外 另外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Trial and Error 实际上去使用之后去观察自己睡眠的改善 或者是自己放松的程度来找出最适合你的助眠保健品 今天这集我们就先到这里 如果还有任何睡眠相关的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也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分享给你身边睡不着的亲友们 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